1.3万亿的债务大弹威胁市场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彭博关于举债收购的研究 看看会对未来的市场有什么影响 美国股民创新高 而且逐渐年轻化 变得更加积极主动 这对美股和经济是好事吗? Adobe决定放弃收购和Figma分手 导致要较10亿美元的分手费 这对公司是好是坏 苹果突然宣布禁售自己的手表 意欲何为 那么就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对了,在节目开始之前 阿吉想提醒一下各位 记得打开频道的小铃铛 调整成全部ALL 这样就不会错过阿吉的任何视频 也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在这里先谢谢各位了 今天的市场走势不一 标普百和纳斯达克都在早盘波动之后 就一路上涨 纳指涨了0.61% 标普百则涨了0.45% 而道琼斯指数则全天震荡 收贫结束 板块方面 今天通讯交流板块和必需品板块领涨 都涨超1% 只有房地产和公用事业下跌 都跌了0.3%左右 上来我们来看看彭博的一篇文章 低利率时代大放水 后遗症可能开始显现了 一个1.3万页的债务大单 可能会给市场带来威胁 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 文章说 彭博的分析师深挖了过去五年 美国最大的75个收购案 从公司披露到评级机构的点评 发现了这么几个事情 其一 这75个收购案 总共涉及1.3万亿的体量 其二 这么些年过去了 能够收购完 把杠杆率降下来的还不到一半 而在这些公司里面 大约有三分之一 杠杆率都超过了3.5% 这里的杠杆率 彭博并没有明确是什么指标 但最常见的是债务比上股东权益 Debt to Equity 这个指标可以帮助人们了解 这个公司到底背负了多少债务 其三 就是这75家收购后到现在 平均债务比上Ebitda盈利为2.7 高于之前的2.4 反映还债能力变弱了 葡萄牙一位金融经济学教授就指出 那些竞争力不强的蓝筹股 选择在资金非常便宜的时候进行大额的举债收购 希望能够提升公司的情况 但结果是事与愿违 大部分当初收购的好处都没有能够实现 他的研究团队发现 这些公司如果有信用评级跌出投资级别的风险 采取收购的话 就能把评级维持更长一段时间 方便他们之后融资 这也是这些蓝筹股选择举债收购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现在彭博就认为 转折点可能要到了 这些公司收购后 如果业绩还是没有办法显著提升的话 那么就一定会面临再融资的风险 现在再融资的利率肯定比当年借债时要高出不少 外加现在疫情时期大量的现金也基本消耗完了 营收则因为消费者疲软 有些增长乏力 未来还有可能有衰退的风险 多重压力之下 企业们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困境 像德国的医药农业巨头 Bayer AG就打算分拆 来提升业绩改善公司的债务结构 他们之前花了630亿 收购了农业化工企业Monsanto 结果就导致公司负债累累 当初的期待也没有落实 穆迪在这个月就下调了Walgreens其中一笔债务的评级 把公司的无抵押优先债务评为垃圾债 在评价中 穆迪写道 公司的债务相对于它的盈利来说太高了 新的医疗卫生服务战略也有风险 Walgreens就是上面75个收购案当中其中的一家 一年前 公司花了89亿美元来收购Summit Health City MD 一个含有众多医生的医疗服务平台 宣布进军医疗服务市场 结果现在 公司依然没有办法把成本搞下去 也就是为什么目的最终选择下调 加拿大电信巨头Rogers也因为收购 现在信用评级并领跌出投资级别 投资公司ManGLG就写道 高利率和疲软的盈利 让公司的还债能力 杠杆率等指标都出现了恶化 这个趋势基本上 未来一段时间不太可能改变 最终利差会开始反映当下的情况 债券大师Howard Marks的公司OakTree也警告称 这段时间有太多垃圾债被公司印发 而且都是基于很激进的盈利增长假设 估计大多难以实现 RG认为这个文章的本质 依然是在警告企业债的风险 对于企业债的问题 我们频道提过很多次 我一直都认为它可以算是 明年市场上的一个灰犀牛 所有人都知道 明年有大量的企业债务会到期 但目前市场上的债券利差 还是非常的紧 极其乐观 如果你看美国银行的 高收益债利差指标 现在高收益债和美国国债之间的利差 仅为3.5% 基本上回到了2022年4月份的水平 这个意思也就是说 加了这么多息 美国业绩比较差的公司 债务风险和加息之前 没有区别 我就非常难以认同 即便是明年美联储降息转向 利率也不会恢复到疫情时期的水平 一定还会处在高位 所以再融资压力依然不小 而企业债一旦出现大面积的违约 通常容易伴随着大量的裁员 从而拖累经济 这依然是未来需要关注的重点 不过 这在股市上的表现可能会有些区别 企业债的再融资压力 起码对于头部公司来说 影响有限 更多是针对那些竞争力不强 现金流吃紧的企业 而这些公司一般又是中小企业 所谓股市上 假设大面积违约朝真的发生 或许大公司和中小企业 又会呈现分化的走势 这值得注意 也提醒我们 业绩强大的好公司 才能够真正地穿越牛熊 接着 我们来聊聊一个里程碑事件 美国民众炒股的人 创了历史新高 这件事在这个节骨眼上 非常值得关注 因为明年经济上 可能会出现衰退 又备受关注的美国大选 而这些都和股市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根据美联储的数据 2012年 美国家庭持股票的比例 高达58% 创了历史新高 这个数字在2019年的时候 还只有53% 也就是说 三年间增加了5% 别看5%这个数字不大 但美国根据官方数据 有1.3亿个家庭 这5%就是650万个家庭 大约接近2000万人 当然 美联储这个统计 不仅仅只是那些 自己买卖股票的人 还包括了通过各种基金 退休账户 间接拥有股票的人群 华智日报就说 这个数据点 就帮助我们理解了 疫情这三年 对于美国人的财务结构 产生了多大的变化 那个时候 人们被锁在家 手里拿着政府发的 免费现金美食干 恰好又碰上 各种免佣金的交易公司兴起 两者一结合 就让巨量的资金涌入市场 交易经纪公司 Weibo的高管就说 这创造了全新一代的投资人 他们更加主动 积极地参与股市 美联储的调查 也佐证了这一点 直接持股的家庭比例 从2019年的15% 上升到了21% 是调查开始以来 最大的涨幅 美联储的这份调查 始于1989年 但同样 全新一代的投资人 应该很年轻 因为他们入市的钱很少 现在导致 直接持股的中位数金额 为1.5万 是2019年的一半 接着 华尔街日报 就举了几个大学生的例子 开始随便在 Robinhood上面买股票 后来开始在科技股上赚钱 接着又跑去交易Meme股 希望能够一夜暴富 这三年是大赚大亏 但这个过程 却让不少年轻人 埋下了一个种子 一位持证理财师就说 各大公司 让交易变得更容易了 除了免佣金 还允许用户 可以买不到一股 让小资金的人 也能够买亚马逊等高价股 亚马逊在疫情时期 拆股前 超2000美元 理财师还说 整个三年就像一场运动 特别是Meme股的风潮 告诉这批年轻人 你不需要有很大的资金 也不需要有华尔街的工作经验 一样可以在股市赚到钱 而且是可以改变命运的那笔钱 其中一个大学生 Luzak 就决定系统性的学习投资 开始考证 股市的上涨 也帮助了美国的家庭 提升了财富 根据调查 2022年 美国人的净资产 经过通胀调整后 比2019年高出了37% 也创了调查开始以来 最高的涨幅 当然这里面还包括房价的支持 2022年 美国的房价中位数上升到了32.3万 已经远高于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 那个时候还不到30万 财富的上升 也让美国人的消费 有了坚实的后盾 即便是高利率和高通胀 也难以削弱他们的消费动力 这估计是美联储最担心的事情之一 投资群体年轻化 会让财富效应变得更明显 也就是说股市上涨 对消费的拉动作用更强 容易让通胀变得顽固 但同样也代表着经济会更好 未来衰退的可能性又再次降低 这价格一家私人银行的主管就表示 明年大选 拜登政府肯定希望经济好 这组数据就在告诉他们 股市对经济更重要了 如果未来经济开始出问题 那么不排除 美联储会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 来刺激风险资产 阿吉认为 这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点 不需要过度解读 美国的众多养老金账户都在投资股票 前总统特朗普也常常拿着41K缩水 来痛骂美联储不顾人民 加息导致股市下跌 所以多几个百分点也不太影响大局 当朝政府会希望竞选期间 维持股市上扬 维持经济坚挺 一直都是真的 但在竞选年也不乏有衰退崩盘的先例 比如08年奥巴马竞选的时候 就遇到了金融危机 所以我认为 我们投资者需要避免有政府会拖住股市的想法 大选会影响股市 但很难有决定性的影响 下面我们来看个股消息 今天Adobe出了大新闻 收购案被叫停 根据今天的声明 Adobe和团队协作软件Figma 因为监管原因最终决定终止收购 Adobe会支付给Figma 10亿美元的分手费 在联合声明中 公司写道 我们没有能够看到 欧盟和英国监管层获批的希望 虽然两家公司都不同意 近期监管的发现和结论 但我们都认为 现在分手是对彼此最好的选择 Adobe是在2020年9月 宣布要以20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Figma 当时消息一出并没有引起市场的兴奋 反而让股价大跌了23% 原因是因为投资者认为 Adobe买贵了 2022年 Figma的营收只有4亿美元 按照200亿的收购价 就意味着Adobe给了Figma 一个50倍的市销率估值 而通常 大部分风险投资人 对于像Figma这类SaaS公司 给出的估值都是10到20倍 所以可以看出 Figma的价格比这还贵了一倍不止 而Adobe在看到股价反应后 也只是继续重申 Figma对公司业绩的协同效应 可是有意思的是 之后关于收购案 就没有太多的消息了 今天 两家公司CEO的说法 也把终止收购决定 甩锅给了监管环境 Figma的CEO就说 和Adobe经历了这个过程 让我们更加确信 这笔交易很有前景 但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 监管层却不这么看 Adobe CEO 在CNBC采访的时候也说 我们是想结合的 把Figma的能力推广到整个行业 但监管环境的挑战太过严峻 阿吉倒是倾向于认为 监管可能只是个借口 如果真的觉得利益巨大的话 说什么也要争取一下 比如说 微软收购暴雪 就经历了重重的考验 也更让人能够感受到 微软对暴雪的信心 但不论如何 从一个投资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这件事 对Adobe大概率是件好事 为什么说大概率呢 因为绝大部分的收购 都没有实现当初预想的好处 今天上面蓬勃的文章 就说明了这一点 75个大型收购案 很多好处都没有实现 杠杆率还降不下来 而Adobe也确实买得比较贵 如果整合过程 发现效果不如预期 那么对投资者来说 就是个损失 相反 不买的话 最多踏空 但即便踏空 还可以与Figma深度合作来挽回 踏空的损失 像今天 Adobe的副总裁就说 会积极寻找与Figma的合作机制 不知道今天市场是不是也这么想 今天股价涨了2.47% 另一边 苹果突然宣布要暂停 两款苹果表的销售 原因是因为当中的一个功能 涉及到了知识产权纠纷 和苹果提出纠纷的公司 叫麦辛诺 是一家全球性的医疗技术公司 致力于开发和创造创新的无创病人监护技术 包括医疗设备和各种传感器 于1989年创立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 涉及的纠纷技术 就是一种血氧检测技术 搭载在普通的苹果手表9系 和高端的Ultra 2上 本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是在10月26号 因为知识产权问题 对苹果发出了苹果表的禁售令 根据规定 白宫有60天来审核命令 如果白宫同意 那么禁令将会在圣诞后 也就是12月26号生效 但总统拜登也可以使用一票否决权 驳回命令 届时苹果将不受影响 目前不太清楚苹果为什么这么做 根据最新的消息 苹果并不同意贸易委员会的判决 打算提起诉讼 麦辛诺则指控苹果挖人 偷他的某些重要技术 然后放在苹果表上 两家公司在今年5月 就已经打过一场官司了 研究机构IDC的项目副总裁就说 禁令对苹果的影响有限 公司有很多8系列的库存 也有低端的SE版本可供销售 1月和2月也是苹果销量最淡的两个月 核心的问题还是 未来苹果还能不能使用血氧技术 受此消息影响 今天苹果跌了0.85% 最后提醒一下 本周值得关注的宏观事件有 周二早上8点半 新建房屋数据和建筑许可 周三早上10点 城屋销售数据 周四早上8点半 出领失业金人数 GDP修正数据 费城联储制造业调查 10点 美国领先经济指标 周五早上8点半 耐用品数据 PC数据 10点 新屋销售数据 消费者心理指数 值得关注的财报有 周二盘后的FedEx 周三盘起的General Mills 盘后的美光 周四盘后的耐克 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觉得我做得不错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持续输出不易 按照我们的支持 谢谢各位